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Nelly的频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挺值得推荐大家在黑舞这个折扣季节 去考虑入手的一些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包 那大家都知道黑舞这个折扣季 在欧美这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隆重的一个 就是折扣的季节嘛 那当然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也收到了Analisa他们家新出的 首饰的一些新品 然后这一次呢 他们家黑舞也是有一个 在全年来说 力度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折扣 第二件四折 他们家的视频我之前有分享过很多 我觉得它很多之间都是可以互相去搭配的 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袋啊 它之前呢 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 丝绒感觉的这种包装袋 这次呢 又换了一个帆布材质的 质感还是挺好的 而且跟他们这一季的设计的风格挺符合的 看一下我最喜欢的这一根项链 今年秋冬最火热的元素都不用我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就是棋盘格这个元素 它也是可以去调整这个长度的 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像这个项链最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我好像不太需要为了它去搭配非常正式啊 或者非常隆重的一身 就像我今天随便我就套个卫衣 都是非常的合适的 而且它整体戴起来的感觉也是更年轻 更活泼一些的这种 但如果你觉得就戴一根会比较单调 或者说不够有层次感的话呢 我也可以跟他家以前的项链叠搭 我随便找一根他们家以前我已经有的项链 就是它不会太抢风头 不会抢了这个棋盘格项链的风头 但是呢 它也是非常适合的去给它叠出了一个层次来的 我选了黄色的棋盘格的这个耳环 然后它这个形状是这种扇面的形状 好了 我戴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复古韵味 但是呢 又不会说对你的穿搭有很大的限制 说你一定要搭一身比较复古感觉的衣服 第三个我选择的是一个手链 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种类似像古巴链一样的链条的形式 然后稍微加了一个重点 在中间做一个装饰 跟我日常非常多的 我已经有的一些手链可以去进行叠搭的 而且他们家的手势 我说真的性价比是还不错的 为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链接还有折扣码放在信息栏 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它真的是搭配性很强 我自己日常穿戴最多的真的就是Anna Luisa他们家的手势 然后也很高兴他们把我列为了一个VIP的合作伙伴 他们基本上每次出了新品都会给我看一下 而且我也非常开心的就是看到他们在做更多不同方向的一个设计 包括这次的期盘格 如果大家有兴趣尝试的话 也可以趁着这次黑舞的折扣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考虑在黑舞这个折扣季节 去入手一些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包呢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自己买了这些年小众设计师品牌包包以后 我觉得就是原价入好像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划算 因为它基本上到了折扣季都会进行一个打折 那除了这一款包可能就是当年最最火爆的一款包 然后它在当年还是新款的时候它可能不打折 但是到了下一个折扣季它还是会打折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是大家可以考虑去尝试的一个好的时机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包 它没有那么长的一个流行的时间的跨度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几款 我自己购入了以后 使用了以后 觉得真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并且值得大家考虑入手的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包 那第一只呢 它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 它是一个潮牌 就是Off-White的这款斑马线的包包 那这款包包我为什么推荐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适合我日常的一些 就是没有太用力打扮的时候 比如说我穿卫衣啊或者就穿一个衬衫或者T恤出门的时候 它就是真的非常好的能跟我这些日常休闲装扮进行一个搭配的一款包包 而且呢 它会让你整身的穿搭造型会感觉更有造型感更有时髦度 就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很简单就穿一个白T恤穿一个牛仔裤 如果大家这个包包你就会觉得整身穿搭还是有时髦度在的 而不是觉得就非常的日常 非常的没有造型感可言了 所以这款包包我是蛮推荐大家考虑在黑五折扣记的时候去看一下的 那当然这款它其实有出非常多的颜色 也有出非常多不同的皮质啊什么的 我个人最最推荐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颜色 那当然如果你怕白色的太容易脏的话 你可以选黑底白色的斑马线的那一款 但是呢皮质也一定要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十字纹的牛皮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打理 而且如果遇上了下雨啊什么的 或者不小心咖啡洒上去了 或者水泼上去了 它都没有问题 就是打理起来非常非常省心的一款包包 而且呢它也有附两种肩带可以方便你转换造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侧面是有两个环扣的 那下面这个环扣呢挂的时候是一根短的这种肩带 然后这肩带其实也挺有设计感的 它上面是做了这种斑马线的镂空的 那这根短肩带使用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更加适合搭配西装啊 或者衬衫这一些的 那如果是像卫衣T恤呢 你就可以选择它的另外一根长肩带 这种像警戒线的设计 也是off-white家最最经典的那个皮带的设计 黄色和黑色的这个 然后这根长肩带你就可以挂在这个上面的环扣 它的这个长度你也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而这款包包它几乎囊括了off-white家所有的经典元素 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警戒线的肩带以外呢 包括这个夹子还有就是斑马线本身 都是off-white家最最经典的元素 所以这款包我觉得也是 如果你喜欢off-white家的这些设计元素的话 它也是一款经典不会过时的包包 然后它里面的容量呢 也是非常适合你日常去使用的 那我们买所谓的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包的目的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不想在街上跟别人随时随地在撞包 那off-white它虽然这个牌子现在还是挺火的一个潮牌 但是这款包包其实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容易撞包的 我至少我背下来 我很少很少看到路上有人跟我背同款的 那这款如果在黑五有折扣的话 我记得我买下来大概是四五百磅的样子 那性价比来说我觉得还是还不错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家其实原价 或者说他们家衣服啊裤子啊什么都还卖的挺贵的 第二个推荐大家可以考虑在黑五折扣入手的 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包呢 就是这只Manu 其实这个包我上次在春夏包包分享的合计当中 有跟大家聊过 我当时真的也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力的在推荐这款包包 然后就有人说啊是不是广告 我真的是天地良心的不是广告好吧 如果Manu你看到了以后 你想送给我我也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这款包包 这个包包其实就是属于你看起来它平平无奇 其实设计上面来说也没有多么的有设计感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圆筒形的包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它拎起来就非常的时髦 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我自己深刻的去研究了一下 以后我发现是它的链条设计的特别好看 就是很多做链条的包包 它在链条的设计上面 其实就会做的相对比较雷同 或者说相对没有那么花心思 但是Manu在这款包包的链条上面 我觉得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看 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那种星云锁链的感觉 就是它这个链条不只是一个肩带的作用 还有一个非常强的装饰的作用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款包包区别于别的类似形状的包包的优势 就是它的链条的设计 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适合秋拥的砖红色 但是我在春夏包包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也是因为我觉得它春夏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四手五入基本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一个包包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看起来容量不大 但是它其实挺能装的 因为它是一个圆筒型的嘛 所以它其实容量还是挺不错的 我日常的一些东西装进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Manu的这个皮纸啊 我实事求是的说真的是不输给很多的所谓的大牌的 皮质的质感非常的好 那它们家的包包呢其实也有很多爆款了 那我自己个人就最推荐的是这一款 还有别的款式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考虑在黑我的时候去尝试一下 但它们家的包包呢就是热门款或者热门色 很有可能在折扣界的时候就比较难抢到 就是秒眉的那种状况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刷一刷或者是多有几个颜色的备选 另外它其实也有附一个长的皮革肩带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 好接下来这个品牌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老网红 就是Boy这个牌子 它是一个来自泰国的小众设计师品牌 然后呢它们家的包包其实已经火了挺多年的了 那我手上这个款式叫做Romeo 它们家火的好多个款式都还是挺受欢迎的 那它们家最标志性的设计元素 就是前面这个超级宽的类似皮带的设计 它把它作为一个包包整个装饰的重点 那我选择这个包型的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是小一些的 我觉得会更加适合我的身高 它最经典的款式呢 更适合高美一些 或者说你如果是想拿它当做上班用的包包 其实也挺OK的 那我推荐Boy的原因呢 其实也是 我觉得很多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啊 它容易产生一个一下子一窝蜂的风潮 然后它的上升特别快 它的下降曲线也会特别的急速的 但是Boy呢 其实应该可以说是已经扛过了 那个所谓的大起大落的时间 相对来说 它已经趋于一个比较理性 比较稳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可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 昙花一现的设计师品牌了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买它们家的包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那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是非常喜欢它这个超宽的皮带装饰的设计的 就是把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些设计的点 比如说你常常也会见到像这样的一个皮带的一个搭扣 或者一个皮带的穿过的方式 但是呢 它就是抓着一个点把它做到了极致 比如说它把它做成了非常宽 然后呢 在整个包当中基本上占据了二分之一的一个面积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自己很欣赏的设计的理念 善于发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那种美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是很欣赏它的设计理念的 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推荐它的原因啊 但是如果你就是不喜欢这个设计元素的话 那也没有必要说强行买它 而且它们家的这个皮革质感也真的是非常高 你看这个光泽感 包括它们家你看这个手柄 它做的是一种雾面磨砂的质感 搭配在一起真的是非常显高级 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呢 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小中世纪式品牌的包包 叫做Good 这个牌子呢 其实我也是看别的博主的视频种草的 然后呢 它相对来说价格还是 就这两年好像有点涨的 有点高了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除了这个链子啊 它这个链子我当时是单独买的 这个链子好像我记得就要八九百块人民币 但是它整个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当时也就是一千一两千块钱 它这个包的名字叫做Milky 就是很明显它的设计灵感来源 就是来自于牛奶盒 我就是觉得它本身具有复古味道的同时呢 又很活泼俏皮 所以它把这两种风格 其实结合的还是挺妙的 而且呢 它又加上了这种非常现代的亚克力材质 做成了这种很夸张的链条 然后它把两个元素加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和谐 这也是这个包在设计上面最吸引我的地方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扣子的设计 它是通过这样一个旋转然后打开的 而且到手以后呢 我又很惊喜的发现它的容量真的是挺不错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下宽上宽 所以它基本上整个包的体积你都是可以利用起来的 包括这样的小相机 还有这个小的三脚架 装进去都是非常轻松的 旁边上面还可以放别的东西 而且呢 其实像这种鳄鱼皮压纹的牛皮材质 我以前并不是很感冒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容易把质感做的比较粗糙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质感的确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是非常对得起它的价格的 而且很多细节也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包括这个上面的logo 还有这种亚克里材质的肩带 其实做的不好也是非常容易显廉价的 那如果要讲缺点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肩带啊 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这样背住的 是肯定会往下掉的 所以呢 有两个解决办法 要么呢 你就是把它当一个斜胯包 要么呢 就是像我这样 我是把它当做一个装饰的链条 垂坠在下面 我一般是拎它的把手的 也有别的解决方案 就是你用它另外付给你的一个皮革的肩带 大家肉眼可见 我从来没有拆过啊 就说明我没有用过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亚克力链条 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元素 我基本上都是在用这个链条的 接下来还是一个韩国的小中设计师品牌的包包 但是它这两年也是越来越火了啊 我买它的时候真的它没有那么火 我还是挺早买的 如果关注我比较久的话 应该是前年吧 我当时也有出过这个 就是开箱视频的 OSOI这个牌子 它现在慢慢的也有在做衣服 也有在做鞋子 我看到过他们家的鞋子 我也觉得是挺好看的 然后他们家今年新款包包出了一个款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名字我有点忘了 我找个图放在这边 我就一直在观望它的价格 查了一下韩国代购 以及我查了它官网 它本身在韩国售卖的价格 大概是在人民币2000以内的 但是英国好像要卖到300多包 就是价格差好多 我就一直在观望 想说等等看吧 看折扣下来有没有比较划算 但那个包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看 它也是有一点像是 现在韩国很多小中设计师品牌 在走的那种 就是简约复古的感觉 就是它会把一些复古的元素 放在包包上面 但是它又不会让它的复古感觉 太过于和现在当下的这种时髦 或者摩登的现代感觉拉得太远 就是它会把两者平衡的比较好 因为我自己就是特别喜欢 在现代摩登的这种 就是大的框架下面 去加入一些小小的复古感觉的 这种穿搭方式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新款包包 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藏 OK那说回这款 我已经拥有的 也是他们家现在挺 就是热门火爆的一款 我当时开项时就跟大家说了 我觉得我买小了 我应该再买大一号的 它的实用性会更强一点 因为这个尺寸它放手机挺艰难的 要这样对角线卡在里面 才可以放进去 但这个颜色真的是完完全全戳中 我是我的菜写着我的名字 然后他们家做的这种五金的质感 也是我很喜欢的 很像old selene的这种磨砂复古 做旧的感觉 我当时买完 我就是觉得他们家的用料 质感 做工都还是非常对得起 他们家的这个价格的 现在涨了一些 我如果买到那个新款的话 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开箱分享 就是看他们这些年 红了以后 到底有没有飘 到底还有没有 继续好好的在做产品 但至少从设计角度上面来说 是可以看到它在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的进步的 OK以上六个小众设计师品牌包包呢 都是我自己这些年买下来用下来 我觉得还挺不错 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当然他们各有各的一些优势啊 有的是设计感非常的好 有的是非常经典耐看 有的是非常实用 也有的是我觉得能够跟我自己 各种不同风格进行一个摆搭 进行搭配的一个功用 比较强的这些包包 希望给大家在黑五选包包的时候呢 有一些参考的作用 当然也有一些 我自己一直在观望的 小众设计师品牌的包包 我觉得可以考虑在黑五的时候入手的 我也会整理一个清单 放在信息栏 或者放在置顶评论里面 大家如果感兴趣 想再被我种更多的草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最后也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今天一直带着的 这个Anna Luisa的首饰 他们在黑五的时候呢 也会做全年几乎最大的 这个折扣力度 就是第二件四折的这个活动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也可以去信息栏 或者评论里面查看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